今天是10月17号 盘盘迎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股民看到他估计又要失明了 那么明天A股会怎么走呢 会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呢 如果说出现波动 该怎么去参与这个市场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盘面热点 以及龙和个股把握不住的仔细听 大家看今天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走势 尾盘全都发红了 按理说这个盘面是不错了 对吧 今天又有抄白股涨停 感觉这认识非常的好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这个盘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化 什么意思 资金扎堆的板块出现了批量涨停 那被资金抛弃的可能你会很被动 所以当前这个盘面对信息的影响是非常是大的 好那晚上这一条信息 对于当前这个盘面来说可能会具备一定的影响 那么到底是什么信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票就是敬业达 敬业达 大家看今天又是一个涨停板 是一个烂板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它确实是出现了分歧 这里盘中多次充板 多次被砸 分歧很严重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K线 其实它短期从这里的第一版开始 大家看 当时的价格最低在16块02 现在多少 34块 三毛一 也就是说从启动的那一天到这里 刚好已经翻倍 还有多 可以说是一支非常牛的票 我们可以称之为妖股 但是在盘后却迎来了一个利空的消息 什么利空消息呢 就是说它短期的涨幅巨大 有没有存在内幕交易 所以它明天的走势 或者说对整个市场会有很大的影响 它是近期数字经济 也就是性创板块的核心龙头 对吧 可以说是第一支翻倍的票 它对整个板块影响非常大 甚至对整个市场影响非常大 那么明天在这个利空的加持下 会怎么走 是继续进攻 还是被核暗流 如果它在这个出现了核暗流的走势 大家想一下 会不会对高位票形成压制 一旦高位票出现大幅度杀击的话 会不会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形成压制 所以它明天走势很关键 对于当前的这个盘面 大家该如何去把握 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这么去理解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看主线 就是我们说的板块在哪里 第二个 看个股 大家看啊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A股表现非常之强劲 对吧 整个涨停票比较多的板块 一大片 超过十字的也有一大片 那么 这里啊 大家看着赚钱效应非常好 可是你看一下指数 感觉这个指数 今天是说量 走高啊 对不对 按理说这里出现了五连阳 虽然说这里有个假阳线 但确实是五连阳啊 面临着奥斯汀均价性的压制 到了关键的点位 对吧 这个量能迟迟放不出来 这才是关键 所以啊 近期为什么会走强 大家知道吧 是因为有赚钱效应啊 就是说市场有赚钱效应 他才会推升这个资金 不断的去流入这些热门板块 那么 就出现很多的高位板 高位票 甚至出现流票 腰票 那如果说高位票出现 沙天出现高位分化 对不对 那对A股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啊 大家记住 在这个无量反弹的过程中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的调整 考验下方的支撑啊 考验下方支撑 说白了 这个时候要小心了 不能五五老的去干了啊 这个躺着数钞票的日子啊 目前来看啊 快到尾声啊 至少在这一阶段是快到尾声 对吧 在这一天上场的朋友 这几天是数钞票的日子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候 很多票都出现了几十个点 出现了方法的走势 那么分歧就要来了 这个时候是大家需要小心的 好从今天晚上 竟然达到这个票啊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分歧其实早就来了 比如说 在上周啊 大家看一下科远智慧 对不对 这个票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它是冲板 被砸当天跌了五个多点 然后你在板上去追的话 亏损可能会超过多少 十五个点 十六个点 今天盘中出现说出现一个拉高 那整体的走势 它并没有出现反暴 所以说是一个弱反 对于当前的这个盘面 大家就注意了啊 注意了 尤其是这种高位的分化号啊 给你跑路的机会 给你高位冲高的机会 要保护这个节奏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参与 或说怎么去应对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市场在分化 大家看 前排啊 涨不居前的 或者说很多涨停的票 其实它都是有特点的 现在市场的主性很明确啊 第一个 医药 医药相关的这些板块都在上涨 医疗器械 反正是大健康 医美等等 这些都在涨 而且涨停的票很多 属于批量式的涨停 爆发力很强 另外一个 就是远见相关的 软件啊 软件的话 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啊 元宇宙啦 多数息算啦 大数据啦 数字货币啊 等等这些啊 近期啊 很多人就在纠结这个数字经济 很强势 但是感觉这个不能成为主线 这个业绩缺小支撑 那么最近它为什么会涨啊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经济 说真的 数字经济之所以涨 有多方便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因为利好的一个支撑 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啊 感到很纠结 什么意思呢 我在前面一直跟大家讲啊 我说数字经济 数字货币要注意到 有机会迎来一波超低反弹 甚至有机会突破这个高点继续涨 但是有不少朋友在喷我啊 说这个数字经济上涨 缺乏动力 缺乏支撑 就是说没有业绩的支撑 那现在很多人就反映过来了 这一轮数字经济上涨 其实啊 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国产替代 就是远见股的国产替代 其实可能这目前啊 表现不是太突出 但是到了后面 我觉得这个幅度可能会加大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啊 这应该是一个大的题材 但同样的我们要注意啊 数字经济经过一波强劲的反弹后 大家看有多支票已经出现了一个高位 都对像蓝天信息国卖科技这种都已经出现了高位啊 尤其是像蓝天信息这种提前启动 今天再度涨停的话 从第一个版开始算 我们看一下 当时价格在13块钱上下 现在到25块多了 也差不多要翻倍了 都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注意了 分化分歧 随时都有可能展开 也就是说啊 在低位上场的可以继续躺 手中没票的 这个时候出现连续缩量加速的状态下 大家去追高要小心了啊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一个什么盘中的急速跳水 或者说大阴沙跌的可能性 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追高 说不定啊 一旦做错了 损失很损失很大 这是大家注意的 但我们要注意啊 整个市场 它的这个股性已经激活了 对吧 大家看前排的人气票 龙头票 很多都出现连续的走强 甚至多支票 出现了20厘米的一个走强 说明这个市场 这个赚钱效应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要注意啊 高位出现分歧以后 有些强势的票会突出 但有些啊 可能会面临着沙跌 就比如说像这种科传信息啊 它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高位龙头啊 连续三根大阳线 你要三天二十加 但是大家记住啊 像这种票 这里这里 面临前高的大压力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手中没票的 你再去追高 那万一追错了 你想想一个大英霸杀下来 你的亏损是不是会很大 可能短期的这个调整幅度会加大 我们看一下后排 你就知道 今天有朋友跟我说啊 上当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啊 早盘是不是很强势 对吧 早盘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强势 感觉又要进攻了 又要什么 又要风涨停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K线 这里是一个涨停板 这里突然冲高 感觉又傲板 对吧 那如果你在这个高位追高 堵他傲板的话 你想想 今天一个冲高回落 收盘是52块 最高多少 56块 那你的跌幅 可能会达到八个点以上 如果你在高位追高的时候 当天跌幅在八个点上 关键是 今天是一个长上瘾 朋友们啊 常常也出现了一个放量 那 要是出现低开 往下杀的一个核弯流走势 那你想想 你的亏损是不是会很大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在经过几天的一个反弹后啊 市场将出现分化 就是说核心品种 龙头品种 它可能会继续涨 分化后还要涨 但是像跟风的啊 像这种票 大家就要注意了 如果你在这里做错了 可能就高位站岗 面临的亏损会比较大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不仅仅是像他啊 还有一些前期涨幅 之前的那些数字经济啊 方向的也是在注意 比如说 金北方啊 这个票我在前面跟大家重点讲过 对吧 大家看 他在前面这里是提前启动 趋势上上 所谓一个波段上涨 但是在这里 大盘出现连续反弹的时候 他却出现多个冲高回路的长上瘾 感觉他涨不动啊 对不对 那你在这种高位去追的话 盘中拉高了去追 他万一这个位置出现调整啊 大幅度杀跌 来一个大阴霸杀跌 那你该怎么办 你要不要割肉 所以啊 风险往往就出现在这里啊 朋友们记住啊 像这种票 他前期是先于大盘启动 但是他支撑位是在60线线这个位置 所以他现在已经脱离60线线 属于一个相对的高位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的话 面临着回调的风险 所以你在往下一跌啊 就套住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啊 有些的票还是机会 但有些票风险要加大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分化的走势 当然啊 只要你盯着龙头盯着市场啊 这个核心热点啊 可能问题不大 但一旦是属于那种跟风的奇才 或跟风的票 很容易冲高回落 出现一个高位站岗的一个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是需要谨慎的 好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